把握大石板块洞察投资机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玛看谷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6月23日早 北京时间2022年6月24日晚 咱们有一段时间的没录节目了 为什么呢 中招了 中招了这个可能是Omicron吧 B4还是什么 反正是最新的那个 中招之后呢 有这么两天的发烧 也就是烧了一天半两天 但是后续就比较麻烦 转音是用了一礼拜才转音的 正好那会儿我在阿拉斯加 还给大家发了几个图片 后来呢就因为中招了 就没法再发图片了 浑身上下没劲 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可能个人的情况跟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呢 这属于是可能家族史上这个肺不是特别好的 所以呢 转音之后呢 一直咳嗽 为什么有人说说您不是已经好了吗 怎么没录啊 因为一直咳嗽 没法录 就现在也还是稍微有点 有一点点咳嗽 不是特别严重 从这周一才开始啊 基本不咳嗽了 这是呢 转音两个星期了吧 转音一个星期 转音一个星期之后 还是一直在咳嗽 所以说大家呢 也千万要注意一下防护吧 因为呢 这个 后续啊 你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那么咱们言归正传 看一下这个美股这一块 美股啊 昨天的下跌 昨天的这个下跌呢 是一个小幅下跌啊 我觉得对这个鲍威尔的 小话啊 回应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 为什么呢 因为鲍威尔说的这话呀 实在是挺硬的 就是说 在这之前 不是说加息挺硬的啊 加息 你75个基点 无所谓了 但是这次他说了 不排除任何档次 那1.25是肯定不可能的 那么也就是不排除任何层次的加息 会不会加到100个基点 那也保不及啊 是吧 但是呢从目前现在 美联储呢 年终的这个目标 他说要加到3.25这块吗 如果要这样算的话呢 我觉得100个基点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你算吧 这基本上是7575 现在7月份你就打出来75 咱们打出来75 然后后边呢 再加一个50 对吧 然后最后呢 不用加25 不用加25 你再加50 这基本上达到他的目标了 他只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而且呢我觉得美联储的反应呢 确实是有点太之后了 我们可以看啊 现在的原油 现在的原油 这些日子跟徒步似的就往下跌 会不会在这块有一个反弹 我觉得在100这块 你看这当时快跌到100了 快跌到100了啊 就是在100这个区间 100以上这个区间了 会有一个反弹 反弹呢 他应该形成一个头肩顶 这个头肩顶还是 整个一个顶部的区域震荡 我不太清楚啊 我我但是我觉得呢 呃 头肩顶他往下砸 也不会砸太深 你指着俄乌战争那边老打着 这边能够跌破90块钱 暂时呢 我是看不见啊 但是呢 我们注意这个区域啊 这个这块就没有用了 我们就把它给删了 我这是红掌绿蝶啊 先跟大家说好了 红掌绿蝶 我们注意这个区域 这个这块啊 这块这个大平台吧 就是咱们放宽一点 到90这块啊 这块是92 咱们往下放一放 因为这还有一块吗 对吧 到90这个平台 这个区域 我觉得呢 是有可能到了 再往下 由于这块有一个 大幅的震荡啊 和一个大幅的筹码的交换 我认为呢 直接跌破这贯穿这 不太可能 即使这块形成一个右肩啊 就在这块 假如反弹回115 114这个位置 形成一个右肩 直接贯穿这个828 这个位置 嗯 我现在看不到啊 咱们先先不预测那么多 我觉得原油这一块啊 还是在一个高位 就是在这个高位这进行震荡 如果要想原油真正的往下出流 那得什么呢 得拜登政府啊 和这个欧洲这帮人脑子呀 得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呢 不要把这个碳拿风啊 碳中和什么乱七八糟指导 跟他有关系的 你想都不要想啊 就是你把这话说出来 就是说我们不能搞这种激进的绿色能源政策 如果他有这句话出来 然后呢 再敦促这个能源企业增产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估计呢 这个原油价格呢 能够跌破这个88 否则的话呢 88这块从技术面上而言 还是从这个政治面上而言 或者说叫政策面上而言 我觉得呢 都不具备贯穿 一下贯穿88这块的可能啊 这块呢 我觉得呢可能性不大 而且我们可以看 从技术层面上出低期 然后要是再灌两天呢 第八第九又开始反弹了 这是从 技术和政治层面上量了 为什么一说这块我就不说政策了 愿意说政治 这个 原油 政策呢 力度比较小 政治力度比较大 如果没有俄乌战争的话 他也 到不了 现在这个高位 而且呢 我们要注意啊 每次高盛 往外喊 往外喊 要到一百四一百五的时候 原油呢 都有一波下跌 所以说呢 你就拿这个高盛喊话 当一个反指 那么从美股这块来说啊 昨天的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了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迹象是什么呢 就是从它的最低点 到它的周二的最高点 不是昨天的最高点啊 因为昨天还有一波冲高 有一波冲高呢 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我说的是周二 是周二 也就是前天啊 前天的最高点 那么早盘 昨天早盘的下跌 我们可以看啊 正好是下跌回它的 1.618这个位置 差不多是这个区间 然后呢 又开始往上走 现在又回调 如果这么看呢 我们注意啊 在这块标普 因为已经 一个小时已经上轮轴了 它回来死差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死差一下 可以 因为这块呢 形成顶部结构之后 往下砸 再次 再次探这个 3720 也不是不行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啊 它现在 总体上还是往上涨着呢 现在还总体上往上涨着呢 如果往上攻的话 昨天的这波下跌 是应该是在这个 3830这个缺口上方 已经遇到压力了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我觉得啊 它甭管是上下 都是可以的 我们呢 当时 这是我在用文字啊 给大家说 我说在这块啊 在这块 这根阴线下来的时候 我说就该买就买了 该买就买 呃 这块如果你已经买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什么止损 我们呢 要等 等什么呢 这个缺口能不能全填了啊 因为这缺口比较大 我不知道啊 我们起码你先看看啊 看看它能不能到这个3830这块 就是这个缺口下方 缺口下方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小时的压力位 就比如说啊 现在一个小时死叉之后下来 然后在这儿再做一个金叉 那么这块呢 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地步结构 地步结构的往上走 从这个斐文大切来说 它的延展线 就是在3820到3830之间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看这是3835 正好又是缺口的下方 在这个区域 是一个第一个阻力 这个区域的第一个阻力之后 我们不要这个了啊 因为要画这个头肩底 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头肩底 一个小时级别了 当然这个头肩底呢 有点这个肩呀 有点平啊 有点缩拨弹的 这头不是特别明显 就到这儿啊 我们看啊 大概去到这个位置 咱们刚才不是说3820到3830这块吗 就这块啊 下来 下来再下一下 再踩一下这块 再踩一下3700 就3696 咱们就说按3700走出关吧 上下你让出来 15到20个点 对吧 然后下一波 突击应该是能够达到这个3950 甚至是4000点 我觉得是应该走这样一个趋势 整个美股 现在呢 很多人都看衰退 然后呢 说是要再往下杀 但是呢 根据我的比对的经验 就是 咱们比对这块啊 这个没有办法拿这个来 拿这个比 咱们看周线吧 看周线 我们来看啊 这块是2018年的 它的第一波下跌挺深 之后呢 又一波反弹 这是这个18年的第二波跌幅 第二波跌幅 也就是说在第一波大跌之后 一般的情况下 它会有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 才能够满足第二波跌幅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08年的那次啊 08年 07年 对 这波啊 这波 这波一个大的跌幅之后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出现了一大波向上的反弹 大家注意啊 这块有一个大波向上的反弹 反弹的力度呢 也是非常的大 我们把这块给画下了啊 在这块 而且呢 当时08年是什么情况呢 08年是出现了整个金融系统的问题 那么这次美联储加息啊 第一 我认为呢 不会出现2000年的那种科技泡沫 因为这波炒作呢 对于科技股的炒作 虽然吹了一个大泡 但是科技特别是像什么 微软啊 苹果啊 包括亚马逊 很多人都说亚马逊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但是现在你在境外的生活 离不开亚马逊 就跟中国咱们生活离不开逃跑似的 它再不行 再不行 你现在离不开它 跟2000年完全不一样 2000年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大哥大 或者说用一个那种翻盖的手机 那那那我还是爱立信的啊 一次儿妈妈 那个那个广告啊 滑盖的那种手机 你都感觉到就是非常先进了 对于你来说 手机上的功能 就是电话和短信 而电脑那会儿 笔记本刚刚开始 进入到个人的领域 那么你每天不会守着电脑 没接没完 守着电脑没接没完 那是在2003年以后的事情 基本上啊 2002年 2003年 你说我是搞IT的 那单说 就是对于常人来说 一般的情况下 走进校园 或者是走进到 就是我们这些大学生啊之类的 就是成年人都离不开的这个领域 那是2003年之后的事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的2000年的科技泡沫 是有预消费了2003年之后的 这波科技成长的行情的情况 就是说他预消费了 美国人都是这样嘛 对吧 他借钱嘛 就跟咱们这个老说 美国人这个存款低 储蓄低 经常的这个借钱消费 其实他当时也是预消费了 所以出现了2000年的科技泡沫 那么我们现在排除这个啊 现在的科技 包括苹果 你离得开吗 离开 你说我可以少买 少买你用不用 对吧 二那个云 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东西 都在这个网上来进行 包括呢 有些重要的文件 我们也都无耻化操作 那么你的硬盘空间也好 还是那个怎么样也好 都是有限的 你为了方便移动办公方便 云计算 对吧 云 这块是你需要的 第三一个 你像这种任何的办公转件 办公平台 你离得开吗 你都离不开 那么这块微软 就像这几大巨头 包括未来的 就是现在 原油的这种不增产 也跟这个碳达风有关系 那么像什么特斯拉 这类的电动车 那么都是你未来离不开的东西 那么他们不会崩 这是咱们先说科技 然后二一个呢 这是咱们说 跟2000年的区别 跟08年的区别 我在这段时间呢 就转型之后啊 见了几个朋友 不转型的话 咱也怕给人带来麻烦 现在转型呢 我基本上已经十天了 在这个转移一周的时候 我见了几个朋友 就跟人家这个讨论 他们呢有人呢是做房贷的啊 非常这个熟悉 这个08年的这个情况 非常熟悉08年 我问我说现在的这波加息啊 加这么狠 会不会出现08年的缝带 我不怕别的 我就怕出现这个08年的那种 还不起款的情况 然后他们说啊 你知道吗 就08年为什么出现那种情况 是从05年开始 注意啊 05年开始 就是他们的那个贷款啊 就是给homeless去贷 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homeless 是真的homeless 然后呢开出个就是糊弄糊弄 一个假证明似的就就跟啊 或者说是就是随便给你一张单子 你去填 也不需要你提供什么tax return 这种东西 根本就不需要啊 你就填 你收入是多少 然后就给你房贷 然后就把房子就买了 说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你说你多少钱 必须得提供你的税表 必须提供你的税表 才可能给你房贷 而且呢 当payment不像原来似的 就是5% 实际上各个贷款公司 不要说银行啊 就是那种小的贷款公司 因为美国这块的贷款 很多都是以小的贷款公司来进行的 就是这些小的贷款公司 现在都没有要求5% 这么低的一个党payment 都是最低 最低我听到的是15% 说我们当时其实在去年 去年3月份的时候 他们认为美联储应该加息 但是鲍威尔为了连任没有加息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党payment提高到20%了 在最低的时候也没有低于15% 那么以现在的房价已经涨了6-70%的情况 就算再往回跌 跌一半 他们认为呢 这个房子呢 即使压在手里了 他们处理掉 也不会亏太多 也不会亏太多 同时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房租 现在通胀起来 是房租也起来了 所以说加的这个利息呢 跟他们当时啊 当时他们贷款 就买房贷款的时候 因为那会他们买的时候呢 是利息 现在呢 只是抑制了未来的需求 当年买的 因为利息呢 很多都是五年所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他们现在不还钱了 断供了 结果就是他们出去租房 可能比他们当时的这个利息啊 负的还得高 哎 那么就是本息同时负啊 还要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很多人呢 都要扛一扛了 再有一些 那就是特别特别差的那种啊 就是说真的到时候他也失业了 因为美联储加期他失业了 就彻底还不起钱了 那么这是很小的一部分 应该是低于1.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 那么2000年和08年的情况 我就已经排除了 那么现在呢 唯一的就是我没有经历的 就是我任何经历都没有 只是在教科书上学到的 那你自己没有亲身经历 我怎么着要求 就是1970年到1980年代的这个智障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现在呢 来看从目前的这个原油的价格 往下行的趋势来看 应该有很大的机会去避免这种情况 别看现在机构都在唱衰 衰退和衰退是不一样的 衰退三个季度也是衰退 衰退三年也是衰退 衰退13年它也是衰退 像大支照那会儿就是13年啊 是吧 如果衰退三个季度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你假如手里有好的股票 你没有必要去来回来去的折腾 而且呢 像这波啊 而且像现在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能迎来一波比较大的反弹的机会 那么这波比较大的反弹呢 我们上看啊 上看最高这块啊 上看到这个4200点左右吧 就是到不了 可能都到不了4200 上货就开4200点 结果呢就没到 咱们就说4200点左右 就是差不多 应该是有15%左右的反弹 当然了 它在这个反弹当中 会不会再下杀一段 或者像有人说说是如果要计价衰退的话 应该是低于3500 我现在呢觉得应该是完成这波反弹之后 再去计价这个3500这个衰退 而且呢 如果3500以下的衰退 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衰退 对于衰退 就是比如说是GDP负增长三个季度来说 那算正常衰退吗 不 美国的真正的要谈起到衰退 应该是两个季度以上 从第三个季度才叫衰退 两个季度的GDP负增长是不算衰退的 那么如果要是只有一个季度 或者两个季度的 也就是两个季度 再加上两个季度 这就四个季度的GDP负增长 那么我觉得啊 你现在的折腾可能会搁在地板上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买在最低点 卖在最高点 那么你现在要搁 搁完了之后 你什么时候进 这就是个问题了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你持有仓位的 我觉得你就不如踏踏实持有了 就连想都不要想 当然了 你不能说买那些778877古怪的那些股票 是吧 那就没办法了 如果你是一个基本面比较强劲的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 那个年度五股 在这个公开场合 也就是对于我们会员来说的年度持股当中 我觉得呢 应该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去持有 现在我唯一的担心 就是美国国债 会不会崩 就是因为耶伦老吓唬人 如果美国国债不会崩 我觉得这块美国经济应该是比较强劲的 鲍威尔昨天的放映 注意鲍威尔昨天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他要加100个基点 就是有可能加100个基点 然后美国经济也有放缓的 也有这个衰退的可能 什么都说了 说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 昨天的分时 走的 这是他说话的时候 这是他说话的时候 跌下来 说完了之后 哇又拉起来又跌下来 说明多空分歧很大 在这块 这种多空分歧很大的时候 是不具备整个崩盘的可能的 那么如果美债不崩盘 而且呢 现在呢 我又跟一些朋友啊探讨了一下 觉得美债 不可能在现在去崩 当然了 这种小概率事件的这这这几年的经常发生 咱们也不能说是绝对的啊 是事事事事事事无绝对吗 除了梗儿批和纳税 如果美债不崩的话 咱们就说如果美债不崩的话 或者说这种是小概率事件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心 当然了 你说美债真崩了 美债真崩了的话 那那这个这就是怎么说呢 咱们这一生当中啊 可能真就像这个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 你就赶上了 那么我们及时的止损清仓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到时候到时候你还能不能做美股 这都是个问题了 如果美债崩了 如果没有这种小极小概率的事件 我认为就是美债要是崩 就是美元这块霸权体系 它要崩 那也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 如果 不出那种小概率事件啊 二三二三十年之后 它可能会崩 现在我还看不到 那么我们呢 就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心 那么咱们说完这个美股呢 咱们再来看看A股啊 A股昨天呢 走了一个非常有给力的这块的现象 那么大家注意啊 这是我当时给大家认为的一个头肩底 后来他走了一个微型 就直接微上来了 微上来了 昨天这一块 等于是我这个头肩底就没有走出来 那么咱们就不要这个了 不要这个了 我们再看昨天呢 我又想给大家在讲A股的时候就说 这块啊 这块是一个肩顶信号 那么这块呢 应该是一个头肩 所以头肩 我认为这块应该是一个头肩底 是这么着上来 再有这么一个下跌 跌的幅度呢 不见得有这么大啊 可能是到这啊 可能是到这 就是3200附近 就差不多了 而且呢 昨天这块啊 我要给大家讲的时候 这块是已经出现这个绿色柱桩线了 绿色柱桩线出现的时候呢 它就有可能走这个死差 日线死差的话呢 正好带动的这个小石线啊 应该是这块就完成一个下灵轴的节奏 结果呢 昨天呢 突然间在这块呢 就拉起来了啊 在尾在这个尾盘的时候 我也跟我的会员说 我说你们尾盘可以再买回来 但是呢 由于昨天拉的太急 我就没有没敢 没敢再去做 没敢再去做 我现在就是等着 因为呢 这块大家注意啊 这块A点 B点 这块是一个不规则的B点 它这块呢 做一个不规则的C点 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在这块呢 如果这块C点完成 这块呢 还再创出一个新高来 那么就是典型的顶部背离 再往下砸 那么再往下砸呢 可能会砸得更深 所以说大家呢 现在呢 如果你已经剪出仓来了 不要再追进去 即使这块啊 有些人是看到了 这是一个空中W底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小石线的空中W底 那么空中W底 你得首先来说 你得这确认 它这已经突破了 它才能空中 而且空中W底之后 即使突破了 由于咱们A股是T加 E不是T加零 你在这加进去了 你怎么往下剪 你今天得找地儿剪出来啊 你等它突破的时候 你加进去 邦当到这一个又多 前期高点之前 往下一砸 那么注意啊 这块弄一个C点的金叉 金叉之后 刮它迅速死叉的话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一个顶部结构 那么一个小时的顶部结构呢 往下跌的跌幅 一般的情况下是8%左右啊 7%到8 你这就要注意了 那么我们愿意不愿意扛这个7%到8 少一点 你说现在中国经济强劲 大家都在堵这个大水漫灌 或者说是能够更加的宽松的政策 那么你说没有7%到8 5%啊 这块一个顶部结构 一个小时的顶部结构 从高点下来5%是肯定要有的啊 正好这块 这5%的位置 就是我刚才说的 3190到3200这个位置 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关口 这么紧张的一个时刻 你要不要读 这块 那么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是不读啊 我是在前天的时候啊 在前天的时候 就是在这根阴线砸下来 这根反弹一起来 我就全部把我的仓位 把A股的仓位清仓了 但是我还保留着A股当中的美股 A股当中美股是什么 就像什么513500啊 这种标普的 因为呢 它本身呢 都可以当天交易 二一个呢 我觉得美股现在是一个底部 A股现在相对高 那么有的人说 这块会不会成为老牙头 或者是海豚嘴儿 也有可能啊 就是说如果它突破形成了 这么一个海豚嘴儿 那么我们可以再追进去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就读突破W 这块啊 我们读什么呢 读突破一个小时啊 突破 这个W底这个平台 你要是堵这一块 可以 就是突破 你买入 然后呢 如果失败了 迅速的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卖出 那么现在你的交易就应该是在 两点半啊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半 你买 买完了之后失败 失败没关系 早上起来直接走 再见 对吧 你这样去交易 我觉得问题不大 而且呢 我觉得呢 像在这个位置啊 像在这个位置 你上涨的概率大 还是下跌的概率 下跌 下跌当然幅度不大 你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幅度 或者说是你可以保留啊 你说比如说减一半 减一半之后呢 哎 它下跌呢 你再把这一半补回来 因为 不认为 咱们这个A股呢 有大幅的一个跌幅 那么 万一出现了一个不好的情况 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头 这个肩啊 不是到这 他这肩 跟这个肩去找齐去了 会不会出现到这个3100这个位置 到这 他也是一个支撑 对吧 那么到这 出现这种情况呢 哎 这个情况呢 也不排除 这一块呢 咱们现在判断不了 起码我们要看一个什么 要看一个 一个小时的回调呢 他要MACD下零轴 MACD下零轴 意味着 他的 如果跌破了啊 如果跌破了 这块的这个点 那么我们注意 就直接要到这个3166 或者说是叫3150点 因为这块3100到3150点 这个区间 我觉得才能撑住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啊 风险报除比 不是特别合理 你要说是突破 突破这个W底 你要赌 可不可以 可以赌 就是下午两点半买入 那么如果突破这个W底 那么我们上看 就是3500这个位置 那你能看到吗 我现在看不到那么那么深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 在这块 你就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T加1交易规则 以两点半买入为准 失败了 我们第二天迅速减仓 而且呢 大概率的事件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一个点 一个点 两个点 再往下 再往下砸一下 是第三个点 三个点ABC 走回调的概率 要远远大于 直接上涨的概率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大家也听到了啊 中间我有几次要咳嗽 可能就是断了一下 那么咱们呢 这期节目录完了之后呢 可能我还得再休养这几天啊 再给大家录下一期 那么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